其中報告部分 那再來的話 其中報告跟那個雲端應用比較有關係 那雲端應用裡面的話目前最熱門的當然就是跟YouTube有關係 那我希望就是說 可以把YouTube跟那個雲端的應用結合在一起 裡面的話大概因為之前的話我給的題目是那個介紹你喜歡的那個YouTuber 就是可以是S可以是一個也可以是多個 OK 然後呢本來我沒有加這個知識型 不過後來好像有一些同學是做一些 可能比較接近是娛樂型的或者是說可能是比較是 怎麼說呢這個東西可能比較不是 那麼題目可能還是要斟酌一下盡量還是 比較正向的或者是說比較不是太過娛樂性的 因為太過搞笑的可能 呃 或者是說太太過像那個一些什麼 直播主的啦 直播主當然沒有問題啦 只是說直播主內容可能 我是覺得 不是那麼有 怎麼說呢 可能不是我預期的啦 所以如果 你們可以再斟酌一下 找找看看有沒有你最喜歡的 那個就是最好是跟知識型比較有關一點的 那個YouTuber 可以是一個也可以是多個 那呈現的方式的話呢特別注意啊你請你用那個Google的簡報不要用PowerPoint 去秀 我是希望說你們 盡量所有東西 都是用雲端上面的資源來 來顯示 那比較符合我們這個課程的精神 就是大部分喔 還是如果可以不要office你就不要office 所以喔 不過大家還有一個方法你可以把它做PPT之後 然後再上傳到雲端硬碟的時候轉換成Google簡報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OK 只是說你傳上去的東西 可能有些東西會掉 這可能要 特別注意 然後呢再來就是還有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剪輯喔 因為你喜歡的那個YouTube 他一定會有相關的影片 那你當然會看他的影片裡面的有沒有比較你覺得值得 值得把它留下來的一些片段 那請你就是利用那個之前講過那個4K video download 那個軟體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並且用我們之前講的那個 Cutter and join的那個 就是你可以把它剪 幾段 然後最後呢把它Jong在一起 也就是說呢 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他的影片精彩的部分 然後呢 並且上傳到那個就是YouTube上面 然後並且放到你的簡報裡面 那放的方式啦 其實有點類似這樣 就是你可以插入什麼 這個是 這個Google的簡報 你插入裡面一個插入影片 影片裡面就會有一個所謂插入YouTube 的部分了 有沒有甚至你可以插入雲端硬碟上面的影片 那我是希望說你 最好是當然是 把它 放到那個YouTube上面之後然後你給一個連結他會直接把那個 你的影片就直接 遷入到 這個 簡報裡面 就可以直接我就可以在這上面播放大概是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 把它放上傳上去 大概這 這幾段 那再來後面兩個部分的話 就是 因為內容部分 你們可能會介紹 那我在想說 你們要不要試試看 就是說呢 類似像我一邊上課一邊錄影 然後你把你的 這個簡報 就是錄下來 然後一邊自己講 講內容 然後把那個 就是像我 類似我上課的這種方式 然後你做一個說明 然後 時間的話 10分鐘會不會太多了 不用那麼多 5分鐘就好了 你就把它錄下來 其實我主要是希望 你們可以把你自己的簡報 就是做個 然後盡量你先彩排過 然後再說明 盡量那個音調可以有一個易烊噸做高低起伏 不要說 平鋪直序 讓他感覺聽得很很想睡覺 這種音調 我是建議啦 也許慢慢你可以嘗試 然後呢 把你錄製好的這個影片 就上傳到YouTube 然後呢 開啟 就是看你要不要公開啦 你如果不公開 你不要開私人的 如果你是私人模式的話 你傳給我 看不到 OK 這應該 可以 可以吧 然後呢 繳交就是兩個東西 第一個 繳交一個Google的簡報 特別重要是放在Google上面 那兩個方法你可以在 拋放你做好傳上去 再修改 第二個直接全部都在Google簡報上作業 都可以沒關係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你的這個簡報內容 錄製下來 錄的軟體 我想你可以用我現在用的軟體 或者是說現在比較夯的 比較一般常用的像什麼 這邊有一個什麼 OBS Studio 這個也是免費的 OBS Studio 你可以 準備一個麥克風 麥克風的話 你那個收音效果也不要太差 不過 筆電的 收音效果其實 已經可以啦 但是 如果有更好的麥克風 那當然可以展現你美美妙的這個 這個 聲音啦 不然的話如果你找一個太差的麥克風 聽起來會有點破音或怎麼樣 其實就當然沒辦法達到你的原來的效果 OK 所以 再來就是把那個影片 大概就5分鐘就好了 不用太多 然後呢上傳到YouTube 然後繳交是繳交兩個 一個是繳交這個Google的簡報 一個是繳交那個影片連結 那這邊有一個demo啦 就是類似長這樣 就是第一個 最喜歡雲端有沒有最喜歡的YouTuber 然後你可能就是加一個你的姓名的學號 然後 系別等等的 OK然後呢他介紹誰 黃明志 這個我倒還可以接受 然後呢他就介紹一下他 然後並且呢 他的一些什麼 東西就是內容介紹一下 並且最後呢就加一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當然可以直接播放 這我就不播了啦 反正就是加一個影片在這邊 最後就謝謝觀賞 然後呢他就把這個 裡面的影片也許你就是自己在播放把它錄製 做一個說明的影片 總共的話就兩個部分 這樣應該OK吧 所以剩下時間的話就給各位 練習就是 試著完成 這個 李白的這個 這個這個 App的作業 那包含就是說呢 一定要加一個圖 然後加一個 Netbar 加一個 ListView 那裡面的話呢 連結也不用太多了 不要太多層太多層 那當然你量力而為 就把 一些 這個連結給做完 並且可以回到上一頁 回到上一頁 這樣大概就達到我們的預期的效果 好 好 謝謝